锁定财经晚报是张雨昕 近日新闻最大条我们带你关心 今天台湾新增了两例境外移入 其中有一个人是来自最毒班机 目前这个班机已经有12个人确诊 还要来看到从美国回到台湾的夫妻 确诊新冠肺炎 现在被爆料 说在机上吃了退烧药争议不断 另外各国努力的来救市 黄金有望重回1900美元 对付新冠肺炎还有什么方法 据说美国将要展开一种血浆疗法 稍后我们带你来看 好 新闻开始先来看到 INF他们大幅下收了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到-4% 金管会主委顾立雄吐槽 说这预测就像是拔不一样 还有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和他也说 看看就好 激励台股今天收盘上涨了114点 防疫优先让全球多数国家 实施大规模的人流管制 而这也让INF预估全球恐怕面临自1930 大萧条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危机 其中台湾也难逃 IMF敲响警钟 大胆预估全球GDP从3.3%下收到负3% 就连台湾恐怕也将萎缩到负4%震惊市场 工商团体说太悲观 财信传媒董事长谢金和也说 看看就好不用太认真 大佬们一个个打脸也让台股吃下定心丸 15日大盘是上涨114点 收在10447点 三大法人卖超28.77亿元 其中台积电带头强攻 收盘上涨2.5元 收在287.5元 因为市场传来好消息 台湾稳坐2019年半导体新设备的最大市场 销售额增加68%来到171.2亿美元 大幅领先中国大陆和南韩稳居龙头宝座 降低对外需市场的依赖 在拉台内需的部分 过于悲观的估计 我预计在几个月之后 会有认错上修 产业市场传利多 而台湾睽违36天再度零确诊 业绩力观光类鼓 群企反弹 精华雄狮六角三富五福 都攻上涨停价位 并不是金融危机 而是一个类似天灾 那天灾的情况就是说 在第三季第四季的 这个经济活动的一个地延 它的复苏呢 理论上是会显著强劲的 疫情冲击之下 台湾经济能否顺利迎来V型反弹 关键还得看下半年的消费复苏力道 东森台电新闻红沛宇扬 杨昭路播从台北采访报导 各位观众 我会认养 专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